互聯網上創意無窮 但香港年輕人就大探沒有發揮的機會 微電影之父何偉豐建議年輕人先聚焦香港市場 主動自戰給一些公關或者廣告公司合作 建立起自己的作品集 我們建基於信心就是你質素的信心 當你有兩三個以上的作品 可以堪稱是你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很多時客戶就會自動找你 你爭取多些便宜價少的作品 但用心去拍 這些就會變成你自己的光環 和你自己的一個可以見得人的一個工具 何偉豐2013年起走進內地市場獲獎無數 最近更加和王祖南工作室合作 亦都和其他平台合拍網劇和網絡大電影 不論香港或者內地市場 何偉豐都和年輕人說 不要怕吃虧 入我們這行最重要是肯吃虧 開頭的一兩年 你預算是用時間去買機會 你過了兩三年之後 因為你有一定的經驗 剛才我都說拿資料 我是剛剛幫完王曉明工作室做完事 你見到的 阿范爺和我已經合作了兩部電影 你見到的 這個計劃可能你的總收入 真是勒著肚皮 這三年加起來的數量可能只有這麼多 但這個計劃 你作不了 因為你在這個計劃中 總成你認識了很多知名的人 或者可以扶你一把的人 這個報告是足夠令到你三年之後 拿價值這麼多 所謂不望神州 不用望到太遠 何偉豐認同大灣區 是香港年輕人的機遇 但香港人有什麼優勢呢 又缺乏了什麼呢 下集再講 下集再講